嘿,大家好,我是M9,可以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是這個問答的正式第一集啦 我們就馬上來開始我們的問答吧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是否該用有償時抽卡 這個問題看起來好像很好笑 但是老實講這也是我自己玩手遊的經歷中曾經遇到過的問題 像我這種抽卡都靠課金的課金量當然是都抽 但是如果是月卡檔或是課金量很少的休閒玩家 或是說沒有太多錢可以課金的學生等等的話 有償時最划算的方式當然還是每日的50跟必中三星的10連 如果有償時有限的話就先優先考量這兩個地方使用吧 為什麼我的霞破防會miss? 霞破防不會miss,但它是結界類型的 如果敵人離開了那個結界的範圍,破防就沒了 想知道各角色的羈絆劇情 應該還有很多其他的頻道在做劇情的影片可以去找找 我的頻道是有做這個的計畫就是說書人系列 但是說書人系列的問題在於點閱很差 製作時間冗長,導致更新速度極慢 目前打算先把主線做到台版進度 才會開始弄活動跟機板劇情 四隻花之後的卡池時程 可以看巴哈姆特的文章,我貼在資訊欄 如何破解雙充511隊,可以看看這個PVP陣容攻略的網站 我貼在資訊欄 請問4星之後狗拳的專武和星數要怎麼升 聯盟戰用上5星之後再穿專武 用換的碎片慢慢升就可以了 經濟場打不上去怎麼辦? PVP卡關的原因有很多 稍微注意一下周圍的敵人是不是隊伍總戰力都比你高 通常多一兩萬就很多了 如果高很多就是你練度太低 你必須要再提升自己的角色練度 如果只差幾千的話就是陣容的問題 可以參考剛剛說的PVP攻略網站在資訊欄 公主連結設定集有學院幣嗎? 公主連結的設定集是七八月的時候出的 學院幣是九月出的所以我猜沒有 但是我沒有買所以我不確定 A夢擔不擔心聯盟戰掉書前百啊? 當然會 其實我真的非常的擔心聯盟會掉書前百 跟幹部有很多的討論 如果說下個月沒有前百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下轉半休閒 從開服到現在 E夢平均一匙花多少石頭? 我幾乎每一匙都會抽 沒有抽就是花台幣值夠 一般來說我大概200抽左右會抽到 抽運算平均偏差一點 聯盟戰的實戰刀 假設RANK沒到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不一定 有的手動軸差一點還是可以運作 要按按看才會知道 或者是只要調整一下時間點就還是可以用 真的完全不能用的狀況 一個月大概只會有一兩刀 卡面最不喜歡的公主 LIVE2D也算在內的話 至吧好像手段而一樣 但是我有一個做美術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公主連結LIVE2D看起來很像是繪師自己做的 而不是特別去請人做的那種感覺 所以品質就比較參差不疑一點 請問大家到目前主帳課了多少? 我的本帳目前課了22萬台幣左右 我住家裡所以收入扣掉存錢就幾乎都拿來娛樂 那我一個月大概會存1萬到2萬台幣左右看狀況 然後剩的就是花在說手遊啊 或者是其他的遊戲啊硬體設備啊 吃好吃的等等上面 好啦那以上就是第一集的公主問與答 那接下來幾天可能還會再更新這個系列 因為第一批收集到的問題還蠻多的啦 所以稍微消化一下 那等這個第一波過去之後 可能就沒有這麼快速的累積了 因為也會有一些重複的問題嘛 那重複的問題我當然就是不會再重複回答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的一些疑惑 那就謝謝各位